截至目前,A股及H股上市的43家农商行均,已披露半年度业绩报告,公司深度统计,多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出现下降。 在排名前五位的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仍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,将因农商行及普发银行的不良率超2%,不良率前五期中,农商行占两位,分别为将因农商行及酒菜农商行。 此外,普发、中原、郑州三交股份至银行也同时上榜,具体来看,将因农商行不良率最高,达到2.29%,但较去年末下降0.1个百分点,普发银行不良率2.06%,较去年末下降0.08个百分点。 而酒菜农商行、中原银行、郑州银行不良率分别为1.91%,1.88%,较去年末分别上升0.18、0.05、0.38个百分点。 上市银行不良率指标,贷款集中度过高,农商行不良率具同业前列,尽管将因及酒菜农商行的不良率与银保监会披露的农商行平均4.29%的水平还有一定差距。 但从以统计的情况来看,在上市银行中,将因农商行及酒菜农商行的不良率仍然较高。 针对不良贷款风险,将因农商行表示,在宏观经济下行期中国制造业出现通缩,将因地区的企业以制造业为主,在制造业出现通缩的情况下其盈利能力下降。 公司深读查阅将因农商行报表发现,其公司贷款的行业分布极不均衡,制造业占到了51.16% 总贷款金额达到27亿元,个人贷款为51.3亿元,约为公司贷款的十分之一。 且作为农商行,该行对本地贷款具有极大依赖性。 上半年在江因市的贷款诈币达到82.59%,在江苏镇的贷款诈币达到94.80%,在安徽及贵州两省的贷款总计债币2.9%。 从贷款的预期情况来看,将因农商行预期90天以上的贷款分13亿元,较去年的12.2亿元增加了0.8亿元。 同时,与期一至90天的贷款猛增,从去年末的2亿元,增加了3.9亿元。 接近翻番,另一在农商行,酒牌农商行,新不良率较去年末升0.18个百分点,较去年同期升0.32个百分点。 目前不良率为1.91%,不良贷款总额为13.3亿元。 与此同时,不被覆盖率下降,从去年末的171.48%降至155.04%,较同期减少35.8个百分点。 酒牌农商行表示,不良率的上升,主要是由于受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变化、经济增长放缓、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。 特别行业的部分客户经营出现困难,致使银行不良率略有上升。 公司深度查阅年报发现,酒牌农商行的地区集中率也极高,在吉林省内能营收占比86.7%,不良贷款则主要集中在采矿业,占比超三分之一。 从余期贷款来看,目前酒牌农商行的余期贷款,占比达到3.7%,其中余期90天以上贷款达15亿元,占总贷款集点额的比重为2.1%,值得注意的是,根据银警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实行。 截至2018年底,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,一级资本充足率,资本充足率因分别达到7.5%,8.5%,10.5%,而酒牌农商行在三项上的表现分别为8.85%,8.93%,11.23%,低于不良率垫底的江英农商行,未来还将面临较大的资本压力。 作为对比,在农商行不良率台名,最低的常熟农商行,上半年不良率为1.01%,较上年末降低0.13个百分点,同时博被覆盖率,又325.93%,上升至386.31%,增长60.38个百分点,为所有上市银行中增长最多的银行。 从贷款的行业分布来看,常熟农商行个人贷款,等投放占到了大头,约占总贷款比例的48.20%,制造业贷款占比例为24.87%,尽管同为农商行。 但其贷款的地区集中度,大大小于江英农商行,截至6月末,其在常熟地区的贷款贷面,余额,为438.9亿元,占到总贷款的50.27%,在江苏省外地区贷款占比为9.76%,普发不良率仍储高位。 相比去年末,普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,得到了小幅的好转,目前不良率为2.06%,按五级分类口径统计,后三类不良贷款为689.91亿元,比上年末增加4.72亿元。 其内,普发银行不良贷款的准备金覆盖率,达146.52%,比上年末上升14.08个百分点。 从贷款分布的行业和地区来看,普发银行明显优于小型农商行,行业分布上,个人贷款占比40.04%,企业贷款55.38%,其中租赁和商业服务业,制造业,房地产业等个行业 在占比较为均衡,地区上,全国各地的业务普发银行均有涉足,尽管不良率有所下降,但与前几年相比,普发的不良率水平仍然较高。 据悉,今年年初,普发银行成都分行高达775亿不良贷款假售信案被揭发,导致普发银行2017年年报及2018年中报的各类指标表现之被拖累。 不良贷款率在所有上市银行,尤其是股份之银行中处于高位。 在2015年以前,普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长期低于1%,在上市银行中处于较低的水平。 此后,不良率一路升至2017年末的2.14%,普发银行表示, 未来将从加大对重点行业及区域的信贷投放,开展组合限额管理,加大风险业务压缩退出力度, 有望公司和零售系带业务预警机制,加强各类业务风险排查, 深化资产保全,填移机制建设等六个方面对不良贷款采取措施。 平安证券年报称,上半年普发银行的不良和先行指标均有改善, 在前期加大不良确认和出清后资产质量较为航实, 后续资产质量的压力明显减轻,但整体风险低不水平低于同业。 还有代提升,三股份至银行中,初普发不良率下行外, 郑州银行及中原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较去年末有所上升, 郑州银行不良贷款率有1.50%,上升至1.88%,增加了0.38个百分点。 不良贷款余额为人民币26.15亿元,增加6.89亿元。 中原银行不良率为生0.05个百分点至1.88%,不良贷款余额41.14亿元,增加4.71亿元。 其中关注,类贷款价比4.79%,较上年末上升0.22个百分点。 不被覆盖率上,郑州银行有207.75%,减少至166.8亿元,下降了40.89个百分点。 中原银行有197.50%降至180.83%,降幅16.67%。 郑州银行表示,受外部经营环境变化、经济增长方法及中小企业经营困难、贷款违约增加等因素影响。 不良贷款,不良贷款面临上升压力。 报告期末,郑州银行贷款和个人贷款,不良率分别上升至2%和1.56%,一是受经济增速下行影响,二是按照监管政策,要求调整风险分类,分布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,内入不良。 但其表示,贷款风险总体可控。 中原银行则在半年报中表示,公司不良贷款增加主要是由于银行受限客户,以中小企业客户为主,受经济下行影响较大,经营困难导致还款能力减弱。 一个人不良贷款与不良贷款率下降,主要是由于个人贷款余额大幅增长,银行持续加大不良贷款化解力度,积极化解个人不良贷款。 本文归搜狐财经,公司深度栏目所有,储蓄请在文后留言,丁搜狐财经允许后方可,并在文首著名来源,作者及一切未经许可的均属行为。 苏胡财经将追究其法律责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